非常好的時候,象徵兩個關係的進一步發展 中國外長吳鶴謙以及副外長周藍和夫人在機場歡迎女王 北京機場通去釣魚台國賓館的路上都跨起彩旗 女王在北京期間就是住在釣魚台國賓館 女王的車隊到達國賓館的時候 賓館門口有四百個小朋友唱歌跳舞歡迎 歡迎女王的正式儀式在第二招在人民大會堂對開的廣場舉行 由中國國家主席李仙廉主持 十點零四分,女王的車隊來到 女王這一日穿了大紅衣裙,非常搶眼 李仙廉上前迎接 兩名少年鄉女王和王夫獻上鮮花 中國用二一響禮炮歡迎女王 他 Sãokten 叮zz得 sind 李仙廉們 王 cela 李仙廉們 == próxim日が galaxies 女皇並且檢閱了解放軍儀仗隊 隆重的歡迎儀式之後,李先念在人民大會堂河北廳和女皇舉行了會談 李先念說,女皇今次訪問中國,對促進中英關係起了重要作用 她又邀請了女皇的妹妹,馬嘉烈公主和查理斯王處夫婦來中國訪問 女皇說,她很高興到來中國訪問,這次訪問是她長期以來的願望 女皇和皇夫下午去故宮遊覽,參觀了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 很多遊客都想一堵女皇的風采,女皇走來的時候,故宮裏面的遊客很多都湧上前 女皇很欣賞寶和殿的雲龍石雕,在那裏停留了幾分鐘 她又稱讚這塊十幾米長的石雕了不起 到了下午三點,女皇由故宮去到天壇參觀 女皇觀賞了天壇圓形殿頂的設計和奇連殿 在晚上七點多,女皇出席李先念在人民大會堂設的國宴 李先念致詞時指出,竟應兩國圓滿解決香港問題 兩國的關係正取得令人鼓舞的進展 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密切 女皇支持的時候說,中英雙方為香港前途設計出解決辦法 我相信,這個社會的主意 所建立在這方面 會繼續提供一個很好的基礎 對決定的政策 所謂的主意 在這篇文章 女王在北京的行情繁忙 一天的活動之後 還去人民大會堂看歌舞表演和戲曲節目 女王逃亡在北京的最後一天 上午她先和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見面 地點是中南海 胡耀邦陪女王在中南海散步 參觀當年慈禧太后囚禁江水的營台 稍後鄧小平在釣魚台養員齋和女王見面 兩個人一見面 鄧小平就說 鄧小平還在養園齋設五宴款待女王 女王一日參觀北京的六一幼兒院 又看小朋友上課的情形欣賞他們的表演 鄧小平還在養園齋設五宴款待女王 兩個小朋友還送了一本畫拆給女王的兩個孫兒 下午女王游覽長城 女王和王夫興致很高 女王還穿著兩吋高的高跟鞋登上萬里長城 女王走上八達嶺北坡的第三座風火台 女王用了三十五分鐘走完了上下大約九百米的路程 她和王夫還在長城拍照留念 女王參觀完長城之後說 她去過很多地方 但是長城是最漂亮的 女王走到長城之後 跟著坐車去明十三陵 她參觀了寧恩殿的出土文物 又走上寧霧的一個城門 欣賞日落的景色 請問一點 請問一下 請問她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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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